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是 神的居所 神的居所 神住在哪里呢 也许你会很快地回应 神住在我的心里 但是当我们从旧约圣经 你可以看见 神不外乎 祂会住在 会幕 圣所 圣殿 或者我们说今日的教会 神的居所 但今天我们看见 大卫当年 他希望为神建造一个圣殿 可是神却没有要大卫 而是要大卫的儿子 来建造圣殿 但是大卫这样的心意 得到神的喜悦 在列王纪上第八章十八节 神对大卫说 你利益为我的名建殿 这意思甚好 所以大卫有一个心意 想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 结果神却要他的儿子 来建造圣殿 今天我们就要从 所罗门建造圣殿的背景来看 神的居所 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第一节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呢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我们看见 所罗门虽然想要帮神建造圣殿 可是神却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要盖多大的一个圣殿 才能够让我住得下呢 所以我们看见 列王纪上这里所记载 我已经建造殿雨 为你的居所 所罗门这样子对神说 我已经建造了殿雨 做你的居所 可是好像神说 你的这样的心意真好 可是太小了 我住不下 结果神说什么呢 到十六节就说 他说 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 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选择一层建造殿雨 为我民的居所 弟兄姐妹 如果你对照一下前后文 在列王纪上第八章十三节到十六节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所罗门说 神啊我为你建造一个居所 但是神好像说 很好 但是太小了 我住不下 可是神说什么呢 神说 好 这个地方可以成为 我民的居所 不是我住在里面 乃是我民的居所 我觉得如果用现代来理解这个事情 也许神说 我住不下 但是我贴一个姓名贴好了 贴在那个圣所 代表这是我民的居所 所以我们虽然看见神是如此至高 但是他仍然愿意住在人的中间 所以我们看见 这是大卫到所罗门 为神建造圣殿的一个新意 到了新约我们看见 神是以马内利的神 神乐意住在我们中间 并且保罗透露一件事情 奥秘就是 我们的身体 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乃是圣灵的殿 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 其实居所 神的居所 这个居所 原来的意思 在圣经当中 英文圣经总共出现了398次 其中有390次 英文版的圣经 把它翻作Place Place 今天我们刚好要用这五个英文单字 来解释居所的意义 第一个P 就是Promise Promise 应许 神是立约的神 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宣告神的应许 所罗门的祷告 在列王记上第8章24到26节 这样说 你向你仆人 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 现在应验了 你亲口应许 亲手成就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你所应许你仆人 我父大卫的话 你的子孙 若谨慎自己的行为 在我面前行事 像你所行的一样 就不断人 做以色列的国位 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26节说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成就向你仆人 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 所以所罗门不断提到说 你向我父亲所应许的 你向我父亲所应许的 这里三次的提到说 你向我父亲所应许的 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为什么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呢 就像所罗门所说的 你亲口所应许的 现在求你亲自来成全 来成就 神所应许的 他必定要来成就 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 因为人说的话会过去 但是神亲口所说的 必定要成就 我们必须要明白 神的应许 神的律法 坚定在天 抓住神的应许 非常的重要 保罗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27章 看见一个事情 保罗因为传福音 然后被犹太人来逼迫 然后后来他上告到凯撒皇帝 所以就要到罗马去 当他们乘船 到了一个地方 结果遇到一个台风 结果就很危险 很危急的情形下 当所有的人都开始害怕 求告他们神的时候 保罗说什么呢 《使徒行传》第27章 他说 22节说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 唯独失上这船 23节他说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卓叶 站在我的旁边说 保罗不要怕 你必定站在凯撒的面前 并且与你同传的人 神都赐给你了 25节说 所以众位可以放心 保罗这样宣告说 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句话 保罗因为看见 这样的一个使者 对他所说的话 他说我信神 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曾经经历过 神向你说话吗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很在意 别人说了什么 我们常常听 父母说了什么 我们邻居说了什么 公司的同事说了什么 我最好的朋友说了什么 但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在你生命当中留意 神对你说了什么 你要像保罗一样 他坚信神怎么样对他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第一个 Promise 你要抓住神的应许 第二个单字 Place 第二个单字 L这个字母 是law 是神的律法 神有一定形式的法则 你的生命是要让神的律法 神的诫命做主 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说 你要蒙神祝福 你就要用神的方法 你希望蒙神祝福 你就要用神的方法 因为神的应许 是建立在他的诫命 在他的律例典章上面 主导文说到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弟兄姐妹 你可以想象一下 神的国降临 会是什么样的画面 是因为今天你聚完会出去 随处握手的人 遇到的人 都是基督徒 也许是这样 你可能想过 神的国降临 是这样的画面吗 其实神的国降临 是神的权柄 神的律例典章 神的掌权在哪里 那里就有神的国 所以我们看见 神宣告 说如果我靠着神的灵来赶鬼 就是神的国 灵到在我们当中 曾经有一个小故事 这样子提到 说有一个人 他住了十个房间 然后他就邀请耶稣来 住在他的家里 他把这个房间最好的 这个房子最好的房间 给了耶稣 让耶稣住在这个最好的房间里 结果隔天 有人来敲门 他就出来开门 结果一开门 哇不得了了 是谁来了 是撒旦来了 结果撒旦闯进他的家里 一整天 跟他扭打在那里 然后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把撒旦赶走 然后关上门之后 他就想说 耶稣不是住在我家吗 怎么一整天 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 耶稣怎么不出手相救呢 于是他就去敲耶稣的门 耶稣啊 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你怎么没有出手相救呢 耶稣回答他说 这个家是你的 我只住了一个房间 这个人明白了 好好好 那今天开始 耶稣你住五间 我住五间 这样可以 一人一半 这样可以吧 结果好 隔了一天之后 又有人来敲门 他跳了起来 吓一跳说 会不会又是撒旦 来敲门 但是他在情急之下 他就想 但是如果是别人来 怎么办呢 于是他还是冒着危险 就是我只要开一点点门缝 看看是什么状况 这样 没想到当他一开门的时候 发现又是撒旦 想要赶快关上门的时候 撒旦已经一脚伸进门缝里 然后又进来 整天注入很多污秽的思想 然后也跟他这样扭打在一起 好不容易一整天这样的挣扎 征战之后 好不容易把撒旦赶出去 关上门 然后他又来找耶稣说 耶稣啊 我一整天跟撒旦在那里征战 你怎么没有出手相救呢 耶稣说 这样好了 能不能你把整个房子给我 然后你来住我家 虽然他很不愿意 但是心里想想 想起他要靠着自己 跟撒旦争战 实在太痛苦了 于是他就决定 好 耶稣我把整个房子给你 我来住你家 隔天早上又听到有人敲门 哭哭哭哭 他整个人跳起来 哇怎么回事啊 但是他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他就听到一个脚步声 是谁 是耶稣走到门前要开门 他本来想要出手自止说 耶稣啊不要不要 可能是什么 当他话还没说完的时候 耶稣打开门 果然是撒旦站在门口 当撒旦看见耶稣在那里的时候 他说对不起 我敲错门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的生活当中是让谁掌权呢 弟兄姐妹 有时候你愿意给神住在你家 可是你却把耶稣 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或者你开放了五个房间 或者你总是保留一个 最不想让人知道的一个房间 自己待在那里 弟兄姐妹 我盼望今天我们学会 你如果要蒙神的祝福 你就要用神的方法 在公司做一些事情 在你的感情上面 你要让神的法则 在你的生活当中掌权 这是我们讲L 神有神形式的法则 你生活的每个角落 都要让神来做主 你有让神来掌权吗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的口让神治理吗 你的公司 你的家庭让神来治理吗 你的休闲 你的金钱的花用 有让神来掌权吗 你如果要蒙神的祝福 你就要用神的方法 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好让神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掌权 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两个 Promise P Promise 你要抓住神的应许 第二个 L Lord 你要蒙神祝福 你就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用神的方法 才能够真正的蒙福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帮助我们 今天学习 神的居所 让我们知道 大卫 所罗门 他们定义为神建造的圣殿 神的居所 如今我们明白 我这个人 就是圣灵的殿 神你乐意地住在我们人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动作存留 都在乎你 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 当我们今天要蒙神祝福 我们就要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用神的方法 奉主的名祝福 每一位收听收看神话语的人 用信心领受 求主来祝福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